完了,一切终结了。 你打包起所有你能打包的一切, 食物、衣服、化妆品等等。 新闻仍继续播放着, 红色警报不停在荧幕上闪烁。 你看着手表,知道时间到了, 但你还没打包完。 你匆忙地离开家门, 看到其他人也都匆忙着拖着行李箱奔走。 你上了车,以最快的速度狂奔, 一路闪躲着周围到处奔跑的人。 你来到树林里一个僻静的地方, 你花了很多年打造了自己的私人地堡, 它能承受住各种猛烈的侵袭, 举凡龙卷风、飓风、火山, 但愿它也能承受住小行星的攻击。 你跑向地堡的入口, 它就藏在灌木丛和树林旁, 绝不可能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这扇门看起来就像银行里金库的门, 保护着大量的金钱。 打开门后的另一边有一座梯子, 向下九米, 一路穿越黑暗的隧道。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启电源。 上面的太阳能电池板, 维持着大型电池的运作。 备用的电力则是燃料发电机, 希望你不会需要用到它。 尽管你的人生座右明示, 自动防顾杖装置永远不嫌多。 为了强化坚固耐用性, 整个地堡由混凝土和钢铁所构成, 墙壁有数米厚。 因为你及时抵达了这里, 你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你突然感觉到地面在震动, 墙壁也震了起来。 当所有橱柜的门都被震开, 且储存的食物开始掉出来时, 你感到无比的恐惧。 难道你估错了吗? 这地堡真的撑得住吗? 小行星掉在离你非常远的地方, 但你感觉它仿佛就砸在自己身上。 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响个不停, 冲击波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一般。 光线闪烁着, 飞扬的灰尘模糊了你的视线, 简直堵满了你的肺。 你拿起了一个面罩, 最后闪过的想法是, 一切结束了, 地堡要塌了, 至少我试过了。 一个月后, 你正在做早餐, 昨晚又是个无法入睡的夜晚, 幸好你囤积了足够的食物, 而且有超多种类呢。 有鱼罐头, 玉米牛肉, 豆类, 沙丁鱼, 还有各种干粮, 米, 奶粉, 意大利面, 面条, 甚至还有一些零食, 蜂蜜和巧克力。 你也存了一些汽水和果汁, 但主要储存的饮品, 还是水。 这个地方已经是你的家了, 而且你还会继续住在这里, 天晓得多久呢? 几周, 几个月, 或是几年? 这个想法让你背景发凉? 算了, 至少这是个良好的地点, 坐落在内陆深处, 且远离海岸。 所以, 任何可能出现的海啸, 都不会淹没你所在的地方。 你无法想象, 上面现在是什么情况, 但希望不是什么侏罗记大灭绝第二步。 你得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让自己不再去想那些最坏的可能情境。 你穿越你家, 就像个房屋中介, 带着潜在的买家参观房子那样。 客厅在入口处, 有着沙发和茶几, 还有一些过时的杂志和桌游。 在你面前有一台带有DVD播放器的小型平板电视, 可惜这里没有网络。 但这些电影也够你娱乐了。 在旁边的桌子上, 你放了个无线电和电讯扩焰喇叭, 它们就是你对外的耳朵和嘴巴。 你还有存放着各式各样书籍的图书馆, 比如古典文学, 当代文学等各种可以让你全神贯注阅读的书籍。 如果这些都还是无法帮你打发时间, 你还可以在电视上玩电动游戏。 啊,对了, 你还有健身区? 它不大, 只有跑步机和几个哑铃。 你试着做大量的有氧运动和举重运动, 来保持自己的身材与健康。 至少, 对像燕鼠那样生活在地下的人而言, 有达标了。 当然, 你也有厨房, 里面有个大小适中的迷你冰箱 和一个不锈钢水槽, 以及一堆存放了各种物品的储物柜。 你帮你的厨房装上了水管和管路系统, 将干净的饮用水接到这里。 万一系统无法运作了, 你也还有存水可以使用。 浴室里有个功能正常的马桶、 水槽和一个连接热水水管的花洒。 旁边甚至有个洗衣机和烘衣机, 你家还有个小工作间。 如果有东西坏了, 就可以在这里修理。 你也可以用废弃材料来做些东西, 比如在需要时坐个椅子或桌子, 或者做一个可以放在架子上陪伴你的小雕像。 往下走几个台阶是地保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温室。 当然, 这里全部都是用人造阳光的灯进行照射。 如果你没有新鲜蔬果能吃的话, 你的情况会更糟。 这些都自给自足, 任何腐烂或坏掉的作物都会变成肥料, 会土壤施肥, 保持养分。 你可以不再靠肉类获取蛋白质, 你有熟脉、 豆子、 扁豆、 鹰嘴豆、 蘑菇, 这些应该能让你获得足够的蛋白质。 为了避免你无法获得身体所需的所有矿物质, 你也囤积了多种维生素。 维生素D对无法晒到太阳的地下生命而言非常重要。 地下农场旁边是你的卧室, 里面有一张加大双人床, 右边有着床头柜, 左边则是个小衣柜。 你没有各式各样的衣服, 但就算你同一件衣服穿两次, 有谁会注意到啊? 沉满吗? 走下楼梯就会看到发电间, 它之所以设在地底深处并以隔音材料密封是有原因的, 因为发电机偶尔会运作, 会产生很大的噪音, 它也与通风系统相连, 所以它所排出的气体会通到外面。 然后是废置房间。 这所有奇怪的盒子都是泵, 能把氧气从外面打进来。 但它也备有一个先进的过滤系统, 可以再把空气打进你的避难所前, 先将之进行净化。 储藏室也在这层, 所有的备用东西都在这里, 比如备用沙发、床垫、水槽等等。 甚至还有两个冰柜能用来存放冷冻食品, 以防万一。 地宝里的一天又是怎样呢? 首先,起床后你会做个早餐, 喝杯咖啡, 然后你会打开通讯收烟机, 听听外面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目前为止, 什么消息都没有。 这边做完了, 你就会去温室快速地耕作一下。 你很喜欢待在那里, 因为那感觉就仿佛自己在外面享受大自然一样, 至少有一丁点这种感觉。 然后你会把熟了的东西都拿去厨房清洗。 当然, 这时候也差不多是午餐时间。 你帮自己准备了一份用黄瓜、 番茄和蜗具做成的美味沙拉, 配上一些甜菜、 意大利面, 然后把它吃光光。 午餐后, 你放了张很久没看的DVD, 电影结束后, 你会到处走走散散步, 并快速检查一下氧气和水的含量。 今天正好也是你定期检查发动机的日子, 你下到地下室去看看燃料水平和氧气过滤器的状况。 目前为止, 一切都没问题, 不过一想到还得再住很长一段时间, 你便会担心, 如果燃料用完了该怎么办? 你花了几小时在工作间里摸了摸, 目前没有什么需要修理的东西, 而你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灵感, 于是你前往健身区。 今天是腿部运动日, 呃, 你实在不喜欢这类运动, 有些事情还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不知不觉中, 晚餐时间就到了, 你加热了一些面, 然后在客厅里放松地听着音乐播放器传出的音乐。 从挖掘、建设到最后安装所有生存所需的必要系统, 打造这个地宝花了你超过十万美元。 这还不包括额外的食物和地宝中的私人活动呢? 是的, 你很幸运, 这所有奢侈的一切都让你的生活过得很不错, 几乎算吧, 外面的世界已经一个月没有传来新消息了, 虽然你一直都是有点内向的人, 但这地方还真开始让你有点紧张, 你觉得越来越寂寞了。 收音机的声音将你从沉思中唤醒, 是静电声吗? 不, 是某种低沉的声音, 有人正在试图跟你联系, 你冲到通讯收音机前, 惊讶地差点被自己的脚给绊倒。 我们成功度过浩劫了, 哈, 你激动得不得了, 虽然你已经很习惯地理生活了, 但终于可以打开大门, 走向外面的世界了。